日本是亚洲发达国家,发达国家有穷人吗?其实贫富是相对的,发达国家的穷人可能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眼里过得还挺滋润的,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存在穷人的,但要从物价、消费观和生活质量说起,例如在日本便利店打工的人,月收入大约能有14万日元,约8600元人民币月。 这样的薪酬水平在咱们这边已经达到平均线了吧?日本路边的流浪汉很少,但不意味着不存在非常潦倒的人群,但说要穷到吃不起东西却基本不可能。 日本有穷人吗?他们平时都吃什么?日本网民回答,吃得好但不理想,而外国人好奇的正是,这样的群体平时都吃什么?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。 日本的穷人吃什么?对此,日本网民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。 一,穷人在日本也可以吃得很好,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得很理想。 我本人目前的生活状态低于日本的贫困水平,但我吃得很好。 我知道许多收入高于我的人仍然吃即时拉面,尽管和意义相同或更低的价格购买更好的拉面。 在节假日期间,200日元约是2.3元人民币,每碗的拉面里,就配有一大堆新鲜的蘑菇。 但即时拉面同样是200日元,却会首先被抢光。 我永远不会吃即时拉面,除非周边没其他可吃的我才会吃。 正如一些人对日本食物的描述,这里到你的质量会随着保存的日期加长而降低。 味道不好,但这些足以让你吃饱了。 一块经过发酵的面包可以是4片到8片,同样的价格,但当我感到贫穷的时候,我可以得到8片。 在日本所有的超市里,都有一些快要过期的食品的专吃,这些食物仍然很不错。 而且,如果你省对了时间,你可以以折扣价买到好东西,否则就会被扔掉。 有一些糟糕的快餐店,卖牛肉配米饭,或者其他一些糟糕的菜品。 我不会去,因为不值得花钱去吃难吃,吃不完还浪费钱。 这里的豆腐很便宜,一罐金枪鱼或猪肉和一大块豆腐还算健康食品,花费150日元,约9.2元人民币,牛奶这样的东西则看情况。 如果你平时要喝很多,或者家里有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,在上面花钱会很多,但一般来说,平时不怎么喝的话还够负担生活。 至于水果,别提了,全世界都知道日本的水果是最贵的,即使你能买得起,也很难吃。 当然像我这样的穷人偶尔一些水果制成的果冻和果汁,但通常吃水果是一种奢侈的享受,蔬菜也能吃得起。 但要看特价,吃拉面的时候可以加一点,我也和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交流过,发现他们和我在吃方面很相似。 但我吃的质量比他们稍微好一些,我也买得起,但在许多情况下,他们在饮食上也不缺乏营养。 而在八大国家的城市中心,经验宝则是,在吃的方面预算越少。 你消耗的加工类食品就越多,日本也有一些意外。 比如米饭,鸡蛋,豆芽,豆腐,还有我最喜欢的香蕉。 此外,对于日本穷人来说,蔬菜和水果的日常消费可能过于昂贵。 杯面,带状糕点,便宜的面包和饭装,出售的零食等同于穷人的朋友,但他们含有大量的添加剂,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十几个食品含量。 像我们来谈谈超市里买个便宜的切片面包,比如说Coupon,一带六片或八片包装的面包,只要七十八日圆约四点吧,人人免笔就能买到。 但是,你会发现它们很难变质,而且会闪闪发光,吃到一定程度后,吃起来就像在嚼一块薄薄的床垫。 我不认为这种低价格低,质量的情况是日本独有的,但不知何故? 我觉得穷人饮食的质量差异更明显。 三,我在日本很穷,我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年拮据的日子。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,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公用事业、住宿等等。 我在那段时间的做饭,是寻找商店的特卖活动。 这个当地超市有很多促销,所以我经常关注它,我总是确保早期,买一些价格便宜的鸡肉和蔬菜,都是包装食品。 鸡蛋价格便宜,用图广泛。 豆腐也是如此,乔麦面和乌冬面等面调包装,配有调味料,价格便宜。 我最喜欢的是这些炒面。 三份调味料,价格不到150日元,约9.2块人民币。 当然,想要吃的健康恐怕很难如愿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